巴西队中国队身穿的是红色的球衣 很多的球迷可能来就是看舞相 就是来看表演来了 二位四 直接起脚的功能啊 这段时间巴西队有点 对中国队展开了狂轰烂炸 边后位马赛洛 一个转身摆脱掉了中国队的防守球员 一个直塞 哇 巴西队在中场 那马一拿球现场就是一遍尖叫声啊 奥斯卡 现在在 看不出来啊 好像是吹中国队是不是 越位 卢卡斯 浩克 二位四逃边了 浩克起脚打门危险 曾成表现的还是比较稳健 今天如果要是其他位置的球员 能够获得当场最佳球员的称号 我不可能会更开心一些 浩克今天更多的其实是在右边 浩克速度真夸 直接掉门啊 这个球其实打得非常有 但可能这个差异没有那么大 所以其实关键还是球员们在场上的表现 看有没有这种充分的自信 跟这种强队过招 到现在为止防守做的不错 二十分钟 哇 小卢卡斯 增程 增程表演的 舞台 浩克 危险啊 浩克是真是给内玛尔做球了啊 切洛 卢卡斯 拉米雷斯 拉米雷斯 哇 速度太快了 插进去了 危险 哎呦 这个球进了 上场比赛进行了22分钟的时候 八七队在中场进行了连续的倒角之后 由拉米雷斯突然的提速 用大范围的奔跑 中场的防守面积非常大 嗯 浩克 速度是真快 浩克 哎呦 危险了 哎呀 这次又是靠着配合 打穿了冰估队的防线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轻松 内玛2比0 青 90年出生 嗯 这脚任一球还是 这个 现在第一时间在中场 对这个八七的形成这种压力 现在中场一旦被对方轻易突破的话 我们后卫是很难站得住 内玛 内玛拿球 传到门前 在一对一的情形下 你要想防 有战术 这个球顶向了进脚 展在这个八七的联赛里面踢走 哇 2006年的时候 当时我们在这个 转播了一次这个这个八七列的这个赛前训练 来看看这次反击 哎呦 突空了 危险了 非常连接怪 哇 哇 内玛儿啊 空门没有打进去 这是比赛 奥斯卡拉到了边路 阿尔维斯 奥斯卡 后点 这真是表演时间 对 马赛洛 现在中前 如果说队友的位置好的话 他一定会第一时间选择船 嗯 所以 梅尼赛斯肯定就认为 在巴西国家队里面的这个明星啊 在欧洲踢球 踢完了之后 他们会比较辛苦 会回到欧洲的这个联赛当中 所以他们的比赛安排的比较早 看一下巴西队的这一次进攻 漂亮 哎 空了 后边空档出来了 打门 第三个顶头带上了 今天是49分钟 49分钟 浩克的助攻 卢卡斯的破门 这是好像是奥斯卡吧 突然的就是转身一脚射门 这脚射门到巴西队 更多人的是在后场到中场 这种缓慢的这种倒角 连续的这种配合 在寻找杀鸡 进球太容易了 进球太容易 52分钟 考克 破门多分了 漂亮 第五个球诞生了 内马尔 雷凯尔渡 这 我觉得不是说不可以安排 但是你之前一定要把这个准备工作 你要做到位 不看这个进攻阿尔维斯 你一定要准备工作 各个方面都要协调好 完善好 我觉得这样的话 才能真正达到这种锻炼球队这种目的 内马尔 内马尔 最后这种 最后这种 最后这种射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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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拍出我们最强阵营 去跟对方打 那即使是输了 那可能我 这种比赛的话 内马尔 又有了 哇 六 六比零了 六十分多 六比零 内马尔冒得起码 六比零 这个比赛 这中的最后被打发了 阿俊说的也没必要去买卦场 这些球员 他们已经很努力了 看一下 巴基列 漂亮啊 又有了 这下中方的球员 用身体打了一下 挡住了内马尔的身体 正头球 脚球 好的 好球啊 想点投球 这个 这是 吕鹏的投球啊 这个 漂亮 好 转移到了左边 一对一 危险啊 哎呀 哎呀 乌龙吧 七十分钟啊 在这个 巴基队 这个 这个 巨大压力下啊 这近几年的 巴基国家队 这个门将好像是 不像以往那么薄弱 来了 哎呀 哎 这是给点球了吗 不过瘾 嗯 几分 已经 续续变成了 八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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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